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兆忠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推出张兆忠说特别节目 国之重器 套布石 前面给大家讲了97全都是海军的武器装备 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给大家讲陆军的 大家都在那呼吁 讲完海军会不会讲陆军呢 那讲完陆军会不会讲空军呢 这个我们都会给大家讲 一共是24期 每周二周五在B站上线 所以欢迎大家追剧 今天是第十期 前面没看的 要回去追剧去 这个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99A主战坦克 坦克是陆战之王 你一讲陆军装备 那首先要想到坦克 那就是陆军的航空母舰 海军一说航空母舰 到陆军就是坦克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99A 中国的主战坦克 在世界的坦克top10里边 我们排第几名 好 看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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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 通过刚才这个小编 我们看到中国的主战坦克 在世界的坦克排名是 Top9 第一名 美国的M1A2C 埃布拉姆斯 第二名以色列Mekawa 第三名韩国K2 第四名英国挑战者 第五名是俄罗斯T90AM 第六 德国巴尔A7 第七名日本10式 第八名是乌克兰的T84 第九名是中国的99A 最后一名俄罗斯的T14 我先跟大家说 大家习惯以说中国的坦克 都是T80 T90 这T14 都喜欢说这个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有一些个军语 1234 狗拐 这种老百姓不会这么说 你要跟老百姓说这个 老百姓说你是干啥呢 拽什么呀 对不对 跟老百姓要说老百姓的话 所以这个特是特安坦的 这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你感觉这么说合适吗 你说俄罗斯的T90 我们叫特90 人家全世界都叫T90 中国特安坦 叫特90 不要说那种行业嫩的话 在军队呢 你说军语啊 我们是一个科普节目 所以以后千万的坦克呢 我们都说T T90 就这样的 T14 大家就不要去挑毛病了 是橘子 你军事专家 这都不知道 应该念特 不要跟我矫情这样 这个 外国人这个排名呢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网站 或者媒体排的 不是什么 装甲方面的专家呀 军事专家呀 像我们似的 这个排的个乱七八糟 我就感觉呢 他们排的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太科学 我就琢磨着给谁去掉啊 另外再加点什么东西 这个乌克兰的T84堡垒 乌克兰 我们知道啊 它搞颜色革命以后 整个乌东部地区 顿巴斯地区搞动乱 动乱 动乱以后呢 这个尤其是2015年 这个克里米亚病入俄罗斯以后 整个这块就乱了套了 乱了套以后 它这个坦克工业 因为都在这一块 它的维修啊 保养啊各方面都不行了 这个坦克去参加比赛 四辆坦克参加赛 三辆坦克炮弹无法装填 给了40发炮弹 可以发射 结果就发射了16发 最后直接淘汰 你这个坦克就别在这拍人了啊 就不行了 梅卡瓦 梅卡瓦这个坦克呢 就是原来我到格兰高地上去见过这个坦克 这个坦克还是不错的 世界的坦克排名叫火力 机动力防护力 这个梅卡瓦呢 它不管世界上怎么排名 我不按这个标准啊 火力机动力防护力都不突出 它就突出怎么样给叙利亚 给埃及打坦克战 原来格兰高地打的时候 当时还是不错 这么一个坦克上 人家总共有四个人 三个人啊 结果它里头光称员就八个人 光称员还不算呢 开坦克的车长炮长都不算 光称员就八个人 这不是步兵战车吗 所以梅卡瓦我也给它去掉了 那么有一些个呢 我进行了一些调整啊 我进行了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的比较大的呢 是这个Top1俄罗斯的T14 阿玛塔直接从最后一名调成第一名 为什么调 我后边再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是四代坦克啊 世界上有风向标作用 最先进的坦克应该是阿玛塔 怎么能够放最后呢 Top2这个没问题 美国的啊 Top3德国呀 你讲坦克那你别的国家先等会别说话 先看看德国有什么 德国如果实在哪不是东西呢 再说别的国家 对不对 你说坦克这个东西 啊 这是第二次工艺革命 这是鼻祖啊 对不对 所以德国的坦克呢 是一点都不敢往后放的 啊 就是中国 中国给放的第九是不合适的 我给他排在第四啊 啊 我们也不好意思往前排 因为中国的坦克你跟德国比 你跟美国 这还差很多 你跟俄罗斯那人四代坦克 所以我我只能给他排在第四 这已经是最高等级了 啊 后边是10是坦克 日本的啊 啊 这个接下来勒克赖尔 勒克赖尔加上啊 有挑战者就有勒克赖尔 所以说这个标准的三代坦克 就不能够出来 你看这个挑战者 他们俩是一对难兄难弟 韩国呢 这个也没什么太多说的 他的凯尔坦克 其实他是进口了很多 这个德国的这个领部舰 他组装的啊 组装的 他是民族工业嘛 啊 要振兴嘛 所以说韩国他好多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 世宗大王 驱逐舰一样 面子工程 所以说这个 排名没有给他太靠前 啊 呃 T90AM T90AM 这个呢 是T90的改进型 原来想单独弄出一个型号 结果改进改进过程当中呢 俄罗斯嫌麻烦 直接就搞出一T14 这个项目就等于作废了 俄罗斯呢 现在是最好的装备都往外卖 自己装备的都是一些 泡河拉达到现在还用T72 哈哈 T80 到现在主要还用那个便宜啊 你这个东西太贵了啊 最后一个是96B 96B 所以我们呃 这两年参加这个坦克两项 今年又参加坦克两项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而且96B 是我们部队的主战装备啊 我们好 好多部队有的诗 整诗全装96B啊 我都去过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排的这样的一个 TOP10啊 一个TOP10 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坦克都进行分析了 我们只是挑几个主要的坦克 给大家说一说 让大家有个印象啊 现在哪个坦克比较好 现在世界坦克发展到什么状态了 哎 咱们先从这个 这个 10是坦克嘛 日本的 这个坦克44吨 不算太重 也1200马力 马力也够强 上面装120滑 滑坦炮 现在都实行装滑坦炮 这个坦克呢 是比较的贵 940万美元 一辆坦克将近1000万美元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算是世界上算是比较好的坦克 这是在富士演习场他们展示 这个富士演习场这个军官他在倒红酒 在试这个坦克的双向稳定 就是当底盘 车底盘 在前进的时候 或者回转的时候 炮塔也在回转 双向稳定 就看看这个酒会不会撒掉 会不会撒掉 现在坦克原地做360度回转 这个炮塔保持相对硬直 在这种状态下 两个酒 你看基本上没什么太 这么大个坦克 苏士顿的坦克 转半天 你看两杯酒还稳稳的 这又放上一杯 刚才大家说太好 转得好 转得没有 再来一个要不要 刚才一个小姑娘给放上了 放了一杯鸡尾酒 这不是放的红酒 看看转转 再来一个要不要 就是他在这次演习当中 2015年8月23号富士演习的时候 还有一次他就直接就漏油了 漏油以后我说是吓尿了 这个干脆就掉链子了 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是2015年8月23号富士演习 在富士山附近有一个坦克训练场 在那个训练场好像每年都要搞一次演习 这次演习社会上发票 你自己申请 申请完了到那去看 主要就是算是用我们的话来讲 叫国防教育嘛 就是这样的 所以每年都在那搞一些这种演习 真的是打炮 然后老百姓在那 哇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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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这也是要玩的 这很丢人的 这坦克抢救车 直接给拉走了链子 这在战场上 这辆车就被俘获了 要打一打一仗出来一个这个 这个直接就被俘获了这个 这个掉链子 这个车就完了 所以说任何一个装备都有很多的讲究 下面我们看令人激动的 我也是局所最喜欢的 暴式坦克 行进状态就是这样的 通过泥泞地带 这个坦克强调是越好 越过好 比方说一米宽 一米半 涉水 水深是多少 不用再准备 双向稳定 所以说看这个坦克的回转 它的机动性能和火炮的稳定性能 这是人家德国 日本是学德国 人家日本振了八斤倒啤酒 你看这啤酒 这也是在回转 人家这个回转 是四五十公里的速度行驶 现在进入到他这个坦克比赛 欧洲每年搞这个强壮欧洲战车赛 还有一个是欧洲坚强杯赛 我赢了好几届了 去年的欧洲坚强杯赛 就拿了顶级坦克牌的一个奖杯 这是小回转 小转弯 开车的心疼 压坏一辆车 你说这么个小轿车在他面前 这叫啥 前面是一堵墙 照样给你推倒 你是这个东西 太厉害了 所以德国的这个车 你瞧瞧这个样子 漂亮 看装备 有时候比看美女要享受 你看这个 那种彪悍 所以这是一种带着伪装的情况下 野外行驶 这是A4 这是A7是在A4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这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二战的虎王坦克 虎王坦克 我以前给大家讲 去坐舍车的时候 专门做了一期虎王坦克 这是啥 数式坦克 数式坦克 这个刚才那个虎王坦克不到70吨 这个你猜猜多少吨 这可能世界上没有造过这么大吨位 这就是保时捷弄的 保时捷当时设计的 188吨 这个好像是128毫米炮 128毫米炮 这是一个大的坦克 这个没有批产 没有批产 二战就结束了 它能生产出这玩意儿 在二战的时候 虎王坦克 能生产出熟式坦克 所以你想想 德国的工业 德国跟机械沾边的崇拜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机械加工 我们下边看一下美国的M12 美国的M12也是好厉害 我可喜欢这个坦克 这个我真喜欢M12 之前呢 我是比较喜欢它这个M11 因为当时海湾战争的时候 天天跟着研究这个玩意儿 就是在海湾战争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他的平右复合装甲 当时T72根本就对M11根本就没有办法 乔邦伯装甲是美国和英国挑战者一块 都参与二代的乔邦伯装甲 平右战 平右穿架弹 这个也非常的厉害 能穿透一米一点问题没有 平右穿架弹 但是他有核辐射 美国海湾战争以后那些老兵退役了 当兵的时候没事 退役了一两年以后 一看战友们怎么掉头发 得癌症 白血病 最后就告国防部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调查 原来是平右弹 这是教练弹 平右弹 他是小伙子在那装弹 小伙子装弹 人工装填 现在好多都改成无人炮塔 平右弹的辐射 对那些坦克兵的辐射很大 这个坦克呢 他在刚才我讲的那个欧洲的 强壮欧洲战车赛里头 前三名里头都没有M112 前三名都没有 这说明美国的平台 坦克平台已经落后了 但是呢 M112当时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 从平台为中心向负载为中心 这个在我20年前写的这个战争联盟有多远的书里 有详细的描述 就是我说世界现在的发展是从平台为中心 向负载为中心转换 什么叫平台为中心 机动力 马力大 机动力强 像这些都是平台为中心 那么负载为中心就是放在这边电子设备 武器 导弹 雷达 红外 隐身 这些都是负载 网络化 一体化 机电火控 这些都是负载 我说重点将来发展这个 M12当时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向发展 没想到让美国现在不重视了 不重视搞以后它就落后了 实际上美国的坦克产业这些年落后 落后以后它实际的它的精力都放在去发展 那个轮式轮式装甲车去了啊 放在那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这是它的M12的坦克 M12坦克那上面有很多大量的电子设备 网络化呀 机电火控系统啊 这是夜间的这看星星 这当然是一个征兵的一个一个宣传片 告你这星天大海 哎呀这星星好亮 这还有一盏灯啊 一盏绿灯 你看那士兵在那晚上看着天空喝着小酒 就告诉人来当兵吧 你看多舒服啊 就这样 这个呢是 是M12在测试一个主动防御系统 这一堆这是加上去的 加上去在测试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什么呢 一部分是包括雷达 雷达发射来袭的炮弹 榴弹导弹 发射了之后呢 它能够自己探测 探测给一个预警 有点像火神密集阵 发现了之后主动的发 它后它后边有一堆榴弹 动动动 直接就给你主动式的进行防御 这是这一模块 它要在测试 如果合适呢 以后所有的车都会加上去 这是一个城市作战的一个 M11 task 这是一个主战坦克 这个城市作战的一些模块 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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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市作战的时候 这个通信 隔山装甲 防止路边炸弹的 反应装甲 打过来炮弹以后 给你一爆炸以后 给你反弹回去 遥控武器战 这是省得人出来以后 再打那个机枪暴露状态 热成像的瞄准 你夜市移 夜市组建 这个呢 是我们很少看到坦克的 非常清晰的一些内部构造图 这个我们小编找了半天很难找 这个给大家说 说一下 这个泡面图 后置发动机 咱们先看平台这部分 这个就不用我告诉你们 这是几对浮中轮 1234567对浮中轮 这个履带 然后这个后置发动机 它一般呢是使用燃气轮机 驾驶员车长 这是 这上面是炮 这个炮呢 有一个炮掌 有一个装填手 这个后边是炮弹 炮弹这个上面应该是配弹40多发 40多发 拿着炮弹直接 直接放到炮堂里边 直接就打出去了 炮弹放在这个地方有好处 就是防止寻爆 如果对方的炮弹打到这里以后 只能这部分爆炸 人就可以从其他地方逃生 苏联的炮呢 它都是直线思维 那个脑子直线思维 因为上面是炮堂 它这个炮的供弹机构呢 它在这个下头周围都放了炮弹 直接就上去了 但是要是打这 全车就死了 对不对 全车就死了 所以说这是美国设计的一个好处 美国的炮弹的设计的一个好处在这里 下面呢给大家说一说 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阿玛塔 T14这个坦克 T14这个坦克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动画图 这个动画图呢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是讲武装直升机 战场上的其他平台发现的一些个目标 都会传递给这个阿玛塔 所以阿玛塔它的探测几率比美国要大三四倍 因为它周围有其他的平台武装直升机呀 其他的装甲车呀 都能够给它提供信息 所以说它的这个联网之后呢 它发现的目标比较多 敌人的导弹来了 来了以后打到它 还没接触到这个本车 本车的雷达和预警系统已经发现了 发现之后使用本车的榴弹 或者是反导系统直接把它干掉 就是对方的导弹没有接近本车 基本上就给它拦截在外头 那么这个是在阅兵室上 阿玛塔出来的情况 正面照 正面照 这是阅兵室的情况 这个是它的一个泡面图 这个图也非常的好 这个图就是说的 刚才我说它的供弹系统 全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直接往上供弹 但是呢 这个阿玛塔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上边的整个的炮塔 它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少一个炮掌 一个少一个装填手 就是它的炮弹是自动供弹 自动供弹以后 另外遥控 遥控是由下边的人 下边的炮掌有可能坐在这儿了 这个是个座位 是个炮掌 这个有可能是个车掌 这个有可能是个驾驶员 这不是炮弹吗 炮弹直接通过供弹机 到了遥控的武器站 整个的火炮是没有人的 遥控的 这个是非常好 如果炮它里出现任何的炸弹 没有火 那里头没人 你随便搞 另外这个炮弹放在后头一部分 这是它的唯一稳定 脱格穿甲弹的后头 这是炮弹 一堆炮弹 直接就上弹了 就这么一个后制发动机 这个是125滑 一般是5滑汤炮 一般是5滑汤炮 这个上面就是俄罗斯吹牛 是装了相控的雷达 旁边贴了一些板子 那怎么就是相控的雷达 它有必要装相控的雷达吗 但是装也可以 装相控的雷达 可以对导弹 飞机可以提前进行预警 有点浪费 4代坦克装相控的雷达 到目前为止没听到过 什么坦克装相控的雷达的 只有它这个 也有可能是吹牛 但是数据链是真的 就别的发现了一些目标 直接传输给它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无人遥控炮塔也应该是的 所以这些个 由于无人遥控炮塔 炮塔上没有人 没有人就不可能装很厚的装甲 原来装甲这么厚 现在有可能很薄了 这就减少了重量 总之吧 这个坦克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看看我们的99A 我们的主战坦克 99A这个主战坦克是56吨 1500马力 机动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正面的装甲据说能达到1200毫米 而且很多关架部位采取了世界上最流行的陶瓷复合装甲 陶瓷复合装甲据说抗 抗穿能力能达到800毫米以上 我们电视台说是能达到1000毫米以上 这个还行吧 这上面装的也是现在流行的125毫米 滑塘炮 这个每分钟能打10发炮弹 中国的这个坦克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坦克当时在军波 这是军波 在军波展出的时候呢 我当时在央视 我专门过去做了几期节目啊 第一次跟这个坦克面对面 还给他做了一些节目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坦克的平台部分 我们中国一直没有优势 机械传动系统啊 这个悬挂呀 尤其是发动机啊 就是这些个玩意上 我们怎么折腾也弄不过俄罗斯 想想看人家T34 在1944 1945年那个时候就产量能达到7000辆 8000辆啊 库尔斯克一场战役就8000辆坦克交战双方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坦克呢 啊 所以说这个这些方面不行 但是我们中国这两年在信息化啊 啊 这个这个坦克一个是平台为中心 一个是负载为中心 就是信息化这方面 这些方面 火空啊 战场态势共享啊 信息的互联互通啊 这些方面我们做得很厉害 据说这个家还有亮瞎狗眼的这个激光质盲系统啊 激光质盲系统啊 激光质盲系统啊 所以这些个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是可以 所以以前讲汽车我也说 我汽车机械化方面我们追不上他们 但是在信息化这方面有可能我们是 是是是是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啊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挑战不可能 你看他在干啥 别人把啤酒放上 把红酒放上 你看咱们把一个扳手放上 上下左右啊 来回转转半天以后 证明我们的双向稳定很厉害 哈哈哈哈 那么坦克呢 就也就是这样 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讲中国坦克的发展历程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讲到新中国成立70年 所以有时候呢 我简单会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的历史 各个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 我们第一辆坦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 日本投降是8月15号 结束以后到10月份 我们缴获了一辆日本的970坦克 102坦克 102坦克当时组建了东北特纵坦克大队 组建了第一个坦克团 解放战争的时候 这个坦克就102坦克工程 叫叫叫叫工程坦克啊 这个坦克退役了 以后就放到军伯啊 工程坦克带到军伯以后可以去看看 这是我们装甲部队第一辆坦克啊 第一辆坦克 那么以后呢 我们引进苏联坦克 我们的基本的发展路线海线空间都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啊 大部分引进苏联的装备 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发展 当时就是T34-85 85是指的它的85毫米炮 那么这个坦克呢是215号坦克 215号坦克是T34在朝银战场上 它这个跟这个美国的M26潘星重型坦克打 摧毁了5辆坦克 123456颗星啊 另外在其他场合可能还摧毁了一辆6颗星 非常厉害 这是ISR重型坦克是苏联的 苏联当时我们主要一个T34 一个重型坦克就是ISR 所以我们建国初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坦克 接下来之后呢 我们开始从苏联的T54 T54A重型坦克的技术上开始研访 研访这个590坦克啊 这个590坦克是我们军队装备数量最多的 大约十几年前吧 我想想啊 2002年左右 2012年可不十几年前吧 不到20年 我到一个部队里去 我到一个部队里去跟他们市长政委在那聊天 我说你们都装备什么装备啊 坦克啊 我说你们有坦克 我说什么型号啊 他说590 我说全都是590 他说全都是590 我说现在还能开动吗 他们那个政委就说 他说我们拉个战斗警报看看啊 就在那聊天吧 马上就拉战斗警报 下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马上这部队就出动 然后坦克全都出来出来在那列队 列队以后让我讲两句话 我那时候还是个官 现在退休老头了啊 到那去一进门 干什么的啊 老头不让进 军事进去 那个时候专门给我拉动了一次 哎呀 我说这个50多年了 这个将还能这是啊 还能像局座似的 还能干点事啊 这个还能 到目前为止 可能部队还有好多服役来 这个坦克真的是非常经典 我们当时研访的这个坦克质量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他怎么着也是苏联的那船 你还是炮他 轮型炮他啊 五队负重轮 五队负重轮 经历了中国军队50年60年的这样的岁月 所以真是负重前行啊啊 负重前行 以后呢 这个就进入到中国一段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们从80年代以后 我们的坦克发展和海军一样 海军一年买不了一艘舰 这个陆军一年也弄不了一个主战坦克 你看起来的一型坦克很难的 没钱啊 那一阵 我们经营建设为中心嘛 所以说呢 当时其实折腾了半天 是外贸的啊 这个的部队装饰的 其实到88以后 慢慢的才开始有二代坦克啊 二代坦克以后呢 就是我们有了96A96B啊 这个参加坦克两项 给俄罗斯的这个军演 所以这是我们部队装的主战装备 装甲部队的主力 第三代坦克正的八经 出来是99式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99式 一直到99A 这个我们小编有个军迷 我让他画了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图 简单的中国坦克的发展图 啊 59 6979 这三个都是从苏联的呃 坦克的基础上 从T54A开始改进 改进完了 到了80式 我们正准备要搞二代坦克 这个时候没钱了 国家没钱了 还是军队去再说吧 我们搞经济建设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 就缓了 缓了以后 这边再发展85式 85式主要是搞成一个外贸的 这边在搞中国军队用的88式 真或真弄出来的 就是这个88式 88式以后再往后发展 这块都是没钱的状态下 在那一天到晚搞市制 市制慢慢慢慢就开始96 到这个地方 就出来一个96式台阁 正的八经装备部队 96B装备部队 另外一条线呢 顺着这条线发展 就搞了这么多市制品 到这搞成一个99 一直改到今天的99A 这等于两条线 这是一条线 出了一个99A 接了一个大瓜 大瓜 这个又接了一个96B 又是这个坦克两开化 中国坦克两开化 一个是99A 一个96B 这边这个呢 这边这个就是620 620 620其实是一个根据南方 江浙一带的这个水网稻田地区 发展的一个水路坦克 轻型坦克 这个最开始装到85炮 以后好像改了一个105毫米炮 以后就搞62改 62坦克77-2 专甲车嘛 就整这些 现在我们在发展150 150轻型坦克 主要是用了山地啊 这个作战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海军坦克的发展 未来坦克的发展 未来坦克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是无人坦克 就这玩意儿 无人坦克 将来这个发展呢 我感觉是这样 阿玛塔这个T14是俄罗斯的四代坦克 这个四代坦克呢 我总的感觉上呢 这个还是相对以前的坦克来讲呢 它是一个改进 但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无人坦克 我认为是未来革命性的变化 比方说四代坦克的核心是 应该是这个 阿玛塔它还是40多吨 40多吨不到50吨 那将来的坦克军应该是几吨 3吨 4吨 5吨 应该是这个 没有人 没有人在坦克里头 那就不用装甲 装甲是来保护人的 一米厚的装甲 这多重啊 全是为了保护人 没人了 这些人就不要装甲了 对不对 不要装甲了 这里头呢 好多的这个隐身装备呢 将来可以可以加上 让这个坦克呢 和无人机 和武装直升机 和预警机之间发生关系 互联互通 就是让它成为整个陆战场上的一个节点 对不对 然后上面有一个遥控炮打 可以开炮 本身处于L5的水平 就全自动驾驶 所以将来的战场呢 我就感觉无人坦克 是一个比较有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吧 今天给大家讲了讲 陆军的航空舰 哈哈 陆战之网 主战坦克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再会 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再会 近期节目再会 近期节目再会